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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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有沒有人家裡要裝把手的 來 要的加一 要的在下面打加一 來 這裡一朵十塊就好 一朵十塊很緊急 馬上去 一樓 嗨大家早安 歡迎收看超成所 今天呢我們要帶大家去看一個 非常長期的險峻工程 這支影片拍起來的時間呢 大概又會到半年之後啦 像現在今天幾月 我手機咧 我知道 我知道 你家住幾樓 四樓 現在大概是六月中 所以我們大概這集 真正上面的時候 我想大約在冬季 今天要帶大家去看一個 上上下下的交通工具 不管是101大樓 還是萬華車站上面的凱達大飯店 還是你家住宅裡面上上下下的交通工具 那我話不多說 我們現在就出發吧 等一下 那你要來吃要死嗎 沒在你那嗎 幹 走吧 那你家沒有電梯喔 沒有 都有錢我買一個有電梯的房子 為什麼會有電梯呢 人類為什麼要發明出電梯呢 一開始我們是為了打仗 傳說中公元前二三六年的時候 有一位叫做阿吉米德 他設計出了 由繩索、滑輪和爪子構成 就像起重機一樣 他能夠吊起軍艦 再從高空中放開 將軍艦摔成碎片 這個原理就是電梯的前身啦 後來又為了開心 史上真正被考古出來的電梯 在羅馬競技場裡面 當時的電梯呢 是為了將猛獸從地底裡面送上平台 讓猛獸跟角鬥士裡面進行 生死不動 而這個為了人類開心而創造出來的電梯呢 一路到了1743年 當時的路易十五呢 他在凡爾賽宮裡面為了小三 打造了一台類似電梯的飛天椅 那這樣就可以讓他前夫從一樓 飛到隔樓 與他偷偷的約會囉 之後呢到了近代 也就是在1854年 在紐約的萬國布蘭會 這已經是最接近近代電梯的發明啦 當年的Lisa Artis 也就是Lisa奧迪斯 他將平台升到半空中 再把繩子切斷 正式公開 他其實是不會掉到地面的自動安全裝置 但是這個時候呢 的電梯並不是用電去驅動的 而是用蒸汽在運作 而真正呢 變成中文的電梯 用電去運作的電梯呢 是在1880年由德國人 Siemens創造 沒錯 就是你想到的那個很厲害的西門創辦人的西門創造 聽完電梯裡面的可愛小故事之後 今天我們就要來到台中目前最高高樓的電梯更換工程 曾經的Hotel晚國泰大樓目前地秉 我現在聽起來像賣老子廣告 記得訂閱我們頻道 總而言之就是台中目前最高高樓的電梯更換工程啦 Let's go 嗨 歡迎回到超新少年 今天是我們第一次的公開 我們現在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在機房的位置 你現在所看到的這個1 2 3 這個很大的主機呢 就是在整個吊掛我們電梯車廂的主機 通常呢我們在換一個電梯的時候呢 因為每一個電梯它的規格跟它的設計還有尺度 它其實都稍微有不太一樣 所以呢我們都會建議大家 通常你換電梯的時候 不要換品牌會比較好一點 而這次我們要更換的呢 就是含有VM主機跟回生電力的新裝置 這樣它可以幫助你整台電梯的電力呢 節省33% 而大家當然知道 要更換一個指標性大樓的電梯 它是非常競爭的 有非常多國內跟國外的品牌來競爭 而這次得標的就是我們台灣的旅行困難 而說到底為什麼第一天的公開非常重要呢 不管是所有的工程 在進場的時候 第一天一定要擁有老師傅跟老經驗的人 然後來判斷整個路線跟主機更換的位置 像這棟主機 它以前是在大樓還沒有蓋好這個天花板的時候 就用吊車把它吊下來 但是今天天花板已經封起來了怎麼辦呢 所以很多老師傅就要一起集合討論 然後去聚精會神說 我們今天可以用什麼樣的工法來解決這件事 於是 這一次我們要做一種非常奇特的創新工法 就是呢 我們要將這三台主機當中呢 挖開一個洞 讓原本電梯本身就有三個通道 而其中一個通道呢 拿來吊掛主機 從一樓把它吊到上面 而通常就換新最麻煩的地方呢 就是通常你在換電梯的時候 這整棟大樓裡面還有別的東西存在 你怎麼不能叫人家每天用爬樓梯爬到四五十樓吧 所以呢在這次當中我們會一次換一台 換好一台之後啟動一台 啟動一台之後再換一台 再換一台之後啟動一台 最後一二三全部換好 這樣子呢 不僅能夠減少人力 還能夠縮短工程進度呢 老師傅真好 好了 當我們今天把工法決定了之後 路徑全部又測量完了之後 接下來拆土 嗨大家好 歡迎回到超生少年 一個月過後呢 我們要進行史上最大的電梯更換工程作業 那今天呢 依然是一個高空作業的場景 所以呢 我們今天要做兩件事 第一個 把車廂拆掉 第二個 把掉車廂的歪壓手拆掉 第三個 把這裡看不順遠的地方拆掉 好那我們今天開始拆吧 Let's go 好那首先在拆土電梯之前 大家要注意什麼呢 那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你不會在半空中拆嘛 就是你如果在中間拆 拆到你車廂拆掉之後 那你只剩一條線在中間 所以為了要方便電梯它之後收纜線 或者是保證你的作業安全呢 通常我們會把電梯一路 將將將將將將 把它的力量吃在最底下 也就是 來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這樣子 這就是我們的車廂 小心車廂間隙 就是在這個間隙 然後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目前我的眼睛視覺水平面 就是我們的監視器 往下看 這是我的腳 你看我們的下面 距離我們的車廂位置 就是差不多這個高度 大概就這樣 可以幫我剪鞋子嗎 好啦各位朋友 我們的超認真拆土作業 在這邊正式展開啦 請在拆土之前 搞破壞前 戴上你可愛的安全帽 跟護目鏡 這樣你就可以大肆破壞了 大家是不是一定想說 你在拆的時候 感覺很像很豪邁的破壞畫面 對不對 拆這種東西 你出拱然是沒有用的 你要從旁邊慢慢的搖 但是我知道 為了大家的需求畫面 我們還是展示給大家看 其實你硬敲 是多麼沒用的事 等待拆裝的過程當中 我們來想一下 電梯沒有什麼好玩的 所以大家在電梯裡面 你不是會很常看到 就是有些人受棍電梯 然後之後呢 他就開始往天花板上面爬 對不對 我們現在就來試驗一下 從電梯裡面往上爬 他到底能不能逃生 就這麼剛好 我們在這邊撿到了一個霸爐 天花板上面有個逃生孔 那如果一個人你站在電梯裡面 你要怎麼樣到逃生孔上面 我知道 我過小會這樣子 撞 撞下來 逃生 我要逃生 撞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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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撞 趕到這邊還有個加成 不過各位朋友 如果你沒有伸手腳尖的話 你也不用擔心 當你被受棍電梯的時候 你只要按求救0就好啦 就是這麼簡單 求救0被拆掉也沒有關係 你千萬不用緊張 因為電梯公司的人 他一定比你更緊張 各位朋友你如果受棍電梯的時候 你只要乖乖躲在裡面 有電話的打電話 如果沒有電話的 等救員就好了 如果你要能夠爬到天花板上面 天花板上面還有一個隔層 通常你也打不上去 你要用森龍拳 放棄吧 在那邊等吧 放棄吧 你的人生值得等待 放棄吧 下次走樓梯就好了 大家記得 在你進電梯之前 打開YouTuber 打開超認真少年 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並且開啟全部通知喔 好啦不要玩趕快拆了 他拆下來 有強力交 有AB交 有志工螺絲 有釘子 然後你看那個電梯 一開始全新的時候 這麼大一件 然後他 換個裝潢 他也不會拆 他就直接再貼一層貼一層貼一層 然後電梯就越貼越小 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然後到最後拆的那個人 睡小 因為拆到底要拆全部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那我们今天的作业呢 就是要来拆它的整个钢丝上面的歪压手 好 那我们现在大家往上看 我们看到如此的深远 那我们觉得这个氛围很像罗马竞技场 然后呢 因为它从头到尾整个长度大约有两百多米 大部分我们等到收到一个大概一个重量的时候 可能三分之一三分之一 然后我们就会把它切转 然后再把它移到外面 不然的话钢锁的重量它也会影响这个马达它在上升的速度 好 我们一路间把YASO从八条里面收到快来收完了 现在剩下往上15楼 这个YASO的作业就会结束 然后在这边跟大家破解一个电影迷思 好莱坞巨星 然后会拿着绳索往上爬 基本上没可能的事情 因为大家看我们刚刚收完之后 请看我的手 我们看到闪亮亮的黑油 在整个YASO里面 它里面会有一条油心 然后当你的电梯用得越久的时候 它YASO会越拉越细越拉越细 那当拉细了之后 你的油就越升越多 你可以想象 单爬YASO你就根本上爬不上去了 如果YASO还没再加个油 你他不然更不可能爬不上去 所以电影看看就好 那我继续往下收吧 来 我们刚刚收完了最后一条线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在收的YASO的最上缘 我们刚刚就一路截截截截截断 所以等下最上缘我们就从上面把它拉下来就好了 然后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就是 还记不记得我们在一开始跟大家讲的主机 就是主机 然后YASO下去掉了车响 然后将上下往后 我们刚刚不是还做一个工作平台吗 上下往下升的那个 所以它并不是这条 因为这条我们等一下要把它抽掉 而是这个 就是绑在它的支架上面的另外一条YASO 然后去拉动我们上下的工作平台 这一次的工程之所以复杂 跟麻烦的地方就是在于 这个工作区域它非常非常的狭窄 我们在这有线的场域里面呢 这几天我们要在这个下面开出一个洞 然后把这个投水拉锡把它切掉 切掉之后呢把它变成是一个工作的平台 然后把这个机柜 主机 一些零零扣扣的有的没有的东西 我们要从这个洞 就是电梯中间那个井 这样一路往下掉掉掉掉 往下降下去 所以在这次工程当中 只要我们拆除的顺序错误 下面的进度没有跟上上面的进度 工期就延荡 人是非就会空转 老板就会很难过 所以这个是一个上下配合的一个 非常复杂的一次的改装工程 那今天这个时间也已经差不多了 那接下来明天我们继续我们的菜筑作业 好 掰骨 记住 Ren骨 还是会接下来明天 好了 汤澡 这 год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那我们就要在这电梯井里面 装出这个可以承载人希望与梦想跟职位的车厢 之前我们已经把电梯都装好了 组装完成了 那所以今天我后面这么大旁的人 要是来干嘛的呢 就是来验电梯的 这好快喔 这个压迫板超大的 先生你好 电梯上楼 我们现在有饭店住宿 还是你要健身房 还是你要去点楼餐厅呢 点楼餐厅 点楼餐厅不好意思 我们已经倒掉了 那你要去健身房吗 他才有开吗 不好意思 我们健身房这边也歇业了 那我们现在要拆除电梯 请问你可以滚蛋吗 我们是不是应该来拌一个就是 5分钟内你可以把电梯打烂 那就可以给你10万块 超难 超难 你以为很简单是不是 怎么了 你还等救人吗